有一位建筑师 罗夫迪许 建造了一个太阳能屋 他能够随着太阳 稳定地调整太阳能板 和集热气的角度 来供应屋子热能和用电 甚至是日间的照明 而且屋内没有冰箱 所有的厨余和排泄物 都处理成堆肥 并使用干式马桶来省水 还把清洁用水回收 拿来灌溉植物 这些看似平常的做法 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罗夫迪许先生 又盖出了更多的太阳能屋 像是150栋超额能源屋 屋顶太阳能板发出的电能 比使用量还多 里面的住户除了使用 干净的能源以外 还可以贩售多余的电